大王皮皮 皮皮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哦 如果皮皮偶然在路上捡到了一枚硬币 那么第二天皮皮还能在那个地方捡到硬币吗 这个时候啊就会有小朋友说了 怎么可能天天都捡到硬币呀 可是啊在成语守猪带兔的故事里 那位主人公可不是这么想的哦 这是怎么回事呢 皮皮啊这就给大家讲讲 在很久以前呀有一个农夫 他每天从早到晚都在辛辛苦苦的耕地 可是一年下来却只能收获很少的粮食 有时候农夫和家人还得饿肚子呢 这天农夫一大早就到田里去除草了 哎呀田里的杂草真多啊 什么时候才能除完呢 农夫一边抱怨一边干活 很快就到中午了 毒辣的太阳都快要把人晒干了 农夫又累又饿 只好啊先到树荫下去休息 他只带了一小块饼当午饭 几口就吃完了 完全没饱呢 就在这时突然有一只兔子从草丛里飞快地窜出来 兔子跑得又猛又急 一下子撞到了一根树桩上 死掉了 还有这种好事啊 农夫乐呵呵地跑过去 把兔子拎起来 他喜滋滋地想 白捡一只肥兔子 今晚有肉吃了 于是农夫活也不干了 拎着兔子就回了家 这天晚上啊 农夫和家人都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兔肉 每个人都吃得饱饱的 农夫摸着自己撑得圆滚滚的肚子 开心地说道 要是每天都能捡到兔子多好呀 那我就不用辛苦干活了 第二天 农夫又早早地扛着锄头来到了田里 不过呀 他却没有像之前那样马上开始干活 反而舒舒服服地在树荫下坐了下来 哎 他要干什么呢 啊 原来呀 他是要等着兔子再跑来撞在树桩上呢 等啊等 一眨眼又到了中午 农夫紧紧地盯着那根树桩 嘴里还小小声地念叨着 兔子快来呀 兔子快来呀 可是 农夫等了很久很久 他盯得眼睛都酸了 可还是连兔子的影子都没见着 这时 天已经黑了 农夫只好依依不舍地回了家 就这样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农夫不再干活 每天啊 都在树荫下 等着兔子来撞木桩 可是 他再也没有捡到过撞死的兔子 而且啊 他的田里已经长满了杂草 庄家也都哭死了 结果 农夫不仅没有肉吃 甚至连饭都吃不上了 这就是成语 守猪带兔的故事了 现在啊 大家赶紧来 皮皮的成语小课堂 看看吧 守猪带兔的猪 指的是树桩 这个成语说的就是 农夫守在树下 等着兔子到来 人们经常用它来比喻 有的人不好好工作 却老是想着 突然就能得到很多好处 其实啊 只有付出努力 才能有所收获 如果我们在生活中 总是像那个农夫一样 守猪带兔 最后可能会把生活弄得 一团糟哟 好了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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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